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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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的第一輪賽事 今天的辯題是以主題設計活化公屋街市不設實際 正方是金巴倫獎勞會要道中學 反方是華英中學 先介紹今天對賽雙方的辯論 先介紹正方的同學 正方的主辯是黃靖雷同學 第一副辯是林美琦同學 第二副辯是郭志弘同學 結辯是李日喬同學 反方主辯是鍾浩恆同學 第一副辯是陳子朗同學 第二副辯是馬時深同學 結辯是廖子君同學 今天很高興我們邀請到三位評判 為今天的比賽進行評分 首先有崇禎書院粵語辯論隊總顧問羅斯華老師 另外有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陳振元先生 還有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余俊偉先生 感謝三位評判白忙之中抽空出席 擔任評分的工作 今場的比賽將會分為主辯 台上發問 第一副辯 第二副辯 台下發問 和結辯總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反方主辯完成發言之後 雙方是各有一次的台上發問的機會 台上發問環節完成後 正方一副就會開始繼續發言 直到反方的二副發言完成後 就會開始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都有兩次的台下發問的機會 台下發問完結後就會進入結辯的環節 除了台上發問和台下發問環節之外 每一次的發言時間結束前的30秒 都會有一丁的提示 丁 超時15秒就會連續按鈴數下 丁 詳細的賽規已經在比賽前發佈給各間參賽的學校 想請問一下雙方和評判 就著以上的賽規內容有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可以邀請正方的主辯同學開始作出發言 在準備好的時候請向我示意 你可以說可以 我才會開始計時的 可以 主持評判 各位大家好 公屋街市是指規劃時納入公共屋村範圍的街市 即是除了香港房屋委員會管理的22個街市之外 還包括2005年前 和委會拆售給領會的180個物業入面的所有街市 2008年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案 在制定公眾及公屋街市新政策中明確指出 公屋居民主要是低收入的基層人士 公屋街市是被公屋居民購買新鮮糧食的主要途徑 所以公屋街市商戶的租金會較低廉 提供由因比商戶降低產品售價 放低房屋街市物價 調合公屋街市的用戶需求 領展接過了房委會的180個物業之後 賺錢自上 租戶租金大幅上升 屋園商場 街市的物價昂貴 一度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及後領展更加將旗下物業再拆售給不同的私人公司 公屋街市由政府轉手到私人市場 各物業公司為了吸引更多消費能力更高的社會的戶客群 都割出其謀 今天變成中主題活化 正正是一眾私人公司為了宣傳公屋街市而延伸的結果 就例如文方花費了過千萬 將童話主題加入有愛街市 綁照波蘭的黑黑屋設計 一間間店舖頂部都會有大型的蘑菇裝飾 天花有糖果燈 每一個主題活化的公屋街市都額外設置了極多圍繞主題的裝飾 主題活化之後 租戶和公屋居民都紛紛表示租金和物價太高 就此我方今天政立的變題準則在於 以主題活化有沒有違背公屋街市服務低下階層的原意 以下我會從糧方面深述 第一 主題活化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公屋居民難以負擔 長髮街市用了一億二千萬活化了一個水管 活化後一個菜檔租金價值九萬 店舖為了賺回上升的租金並為自己帶來收益 租金成本無可避免 轉嫁到基層居民身上 用懷舊香港做主題的日東街市 一磅街翼由主題活化的前十元 交到主題活化後的二十六元 居民買菜的預算增加 被迫捱貴菜 經濟負擔因而增加 公屋居民收入微博 就有居民表明 為了買便宜的菜 會特地走到比較遠的街市買菜 第二 主題活化吸引區外戶客消費 強行改變公屋街市定位 完成了主題活化的四個公屋街市的 機會資本 公共事務及市場總監王子謙就說明 主題活化是為了吸引外區的客人 前來街市帶頓街市生意意味著物業公司 為了盡快回本 由早上開始都未必考慮公屋居民 而是消費能力較高的區外戶客 永遠 和風作主題 放在同式電話亭的啟庭街市入面 賣海鮮的最快店 開始了面書專要向區外人士宣傳 佔了街市最有利的四個店位 就是會賣貴的海產 而真正服務的公屋居民 就是賣普通潭水魚的 就是租到街市各層的小肚子 最後想問有方 在街市上擺設蘑菇形裝飾 有什麼實質 謝謝各位 剛才正方的發言時間是4分03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現在請反方的主辯作出發言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今天聽不聽到? 聽到的 那請準備好的話 你可以說可以示意可以開始發言 準備好 定 謝謝各位觀眾 各位大家好 在今天討論到 變態十不實際之前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公屋街市 現時的情況 在現況之下 很多傳統的公屋街市 入自老化 甚至殘舊 無冷氣 衛生環境有差 好像壽無平街市 和石尼街市 就有鼠患的問題 而隨著公村附近的連鎖超市 越開越多 上臺之下 老外街市沒有辦法 跟他們去競爭 結果人流越來越少 生活都隨之遷出 導致空置問題嚴重 令匯監察調查了領展 旗下十二個屋村街市 空置率最高的是 全灣石尼國街市 空置率高達七成 其子是葵聰安恩街市 當為一本空置 大部庫善街市 沙田新橋為街市 和觀塘上天街市 空置率高的三成 這樣居民 就要是幫助超市 要是要長途不洩 去找公營街市 這樣單止令到街市 沒有辦法發揮 原有的功能 更加令到它失去了社區意義 因此今天 面提的行動準則 就要看看主題活法 可否令到街市 重新恢復的原有功能的同事 為街市賦予新的社區意義 而有方今天政立面提 就必須論證主題設計活法 是完全無效的 有方今天反對面提 原因有二 第一 重新吸引人流 恢復街市功能 正如上述所說 現在的公共街市面臨著 現代化的超大 街市超市競爭 就是因為這樣 普通的翻身成現內化的街市 是根本不足夠的 以主題設計活化 就可以藉著不同特別的主題 給顧客新鮮感 不單單吸引屋邨裡面的居民 更加可以吸引外來的顧客 就好像屯門有外街市 就用了銅華風設計 網照波蘭客奧 正門的外風就好像影在黑鏡上面 營造出特別的視角效果 如同自身銅華世界一樣 每個檔位上面都有兩模糊棕色 牆上面的街村 是以粉紅色和白色為點綴 再加黑白色的地圈 街市打造成銅華世界 因此不少人都因此莫名而知 當見到人流的時候 商戶就會重新進駐 紀會指援公共事務及市場 還對黃子謙都表示 他們剛接手的時候 街市本身有好過不好 但現在所有的鋪圍都全數出租 當中還有十九戶是老店 包括八十年代開圈的時候 已經經營的五金鋪 其他戶化在街市 如同來過街市 和青衣街市 出租率都同樣高達九成 我見這樣可以吸引到更多外來客 帶動街市生意 令到街市本來的功能突然活躍 第二 呼籲社區意義 創造集體活躍 以往的街市 可能只得買賣這個功能 但在主題設計活化下 街市多了很多的可能性 就好像石尼街市 就以舊屋村為主題 綁照市大廈、走廊營造特色打卡位 更掛上昔日的招牌和百里站等裝飾 務求重現當時洗市大廈的功能 重現石尼村保留洗市大廈的集體回憶 除了在設計下下功夫 全門友在街市內舉辦了特色街市道場團 令到小朋友可以重新認識街市的運作 增加社區的歸屬 可見主題設計活化 除了可以裝修反應與往的特體回憶 更加可用道場團令人認識社區 更換視乎無法國外街市之身 都是下一個集體回憶 令到街市多了幾個社區的意義 最後想問問有何學人 你認為現在街市連機構的功能都沒有發發 過線發揮的時候 是否有需要去進行無法工程 還是就是這樣有得去丟空呢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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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謝謝 對 丁 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就指出 最能影响顾客到街市购物的头三个原因 是地方方便,选择多,价格低 若然有方认为是主题活化,吸引到顾客有人流 如何针对这三个因素而助出改善呢? 多谢各位 好,现在请反方开始准备,你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recovery čareth 好,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作出回答 不好意思,是反方主辯作出回答 同樣,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好了 其實在活化之前,街市的空置率這麼高 然後令到當區的公屋居民,他們沒有辦法去選擇 他們沒有那麼多的選擇 所以他們由於要去長途拔雪去找其他的公營街市 又或者去找超市 代表未發生之前,未活化之前 它根本不方便,它的選擇根本不多 所以說,只有主題活化 它可以令到空置率下降,速率上升 就可以滿足到選擇多 以及可以委屈這個公屋居民 達至重新令到他回復他應有的社區功能 謝謝 好,反方的台上答問環節的時間是45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 向正方的主辯作出發問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試咪,試咪 聽到嗎? 試咪,試咪 聽到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李哥,可以說可以 代表你是準備好的 可以 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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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正方的主編出來回答 你有1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說可以了,示意你是準備好的 可以 好,丁 各位大家好,有方說今天活化之後,有外街市有100%的出租率 而且人流變得更多,令街市市民購物的情況好轉 那為什麼之前沒有這麼高的出租率呢? 會不會是因為當時的設計不規則的舖位 或者例如梯營的這些案例而沒有人租 有方同學今天活化之後就會變成很漂亮的舖位 其實當時這些設計翻身都可以令舖位變成好像有方同學的理想 理想街市的 其實街市本身的問題都由有方所說的這麼好 好,街市裏面的設計環境都不一定要靠活化才可以變成有方所想的理想街市 多謝各位 正方主便的作答時間是57秒,沒有過時的 好,那台上發問的環節就完結了 那接下來我們會去到一副發言的環節 那現在有請正方的第一副面作出發言的 那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呢,請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好 定 各位,大家好 剛才有方一開始給我們的標準就是 需要有方論證到完全無效才等於不切實際 有方同學對我們的論證要求又如此高 對自己的論證要求又這麼低 那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另外,聽完有方四分鐘發言 我們還是未聽到在有外街市加入蘑菇形的設計 對於街市來說,對於公屋市民來說是有什麼實際作用的 再有者,將池雲山街市變成綠歐小鎮 切磚牆,向上望藍色的假天花上面又將了一個個白色的假槍 還有古牙的街燈有什麼實際的作用呢 麻煩有方同學說一下 那有方同學既然說到這個活化主題這麼有用 我們看到池雲山街市主題活化之後 居民竟然自發成立了一個池雲山街市關注組 爭取爭設一個公營街市 如果主題活化街市這麼實際 有方同學又覺得為何池雲山街市還要反對呢 好,其實聽得出有方其實不太了解今天的辯題 我們一起看看今天辯題的三組關鍵字 第一組主題活化 要明白主題活化和翻新是不同的 翻新街市新設計套位的形狀 加闊通道 甚至可以重新招租不同的商戶 選擇種類多,價格低,環境好 已經滿足成為一個光屋街市的作用 而主題活化街市需要很多不必要的主題裝飾 直接導致成本比翻新街市的成本高很多 朝雲山街市翻新之後 一個舖位的套租3萬元 主題活化之後,急升到14萬 有方同學是否覺得租戶寧願虧錢 不加價都可以繼續做下去呢 第二組關鍵字,公屋街市 公屋街市之所以會建設在屋村裡面或者附近 其實都是想方便市民進出 照顧公屋住戶和附近地區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而根據2018年房屋處報告指出 四人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為2萬8千元 與扶貧委員會的貧窮線比較 每位家庭成員每日只給貧窮線代出33元 本身在朝雲山街市買一磅雞翼只需要10元 現在活化了主題,主題活化之後就去到26元 貴了差不多三倍 即是原本可以吃三餐的價錢 現在只可以買一餐 有方同學是否覺得公屋街市可以承擔呢 第三組就是不切實際 主題活化創造的主題裝飾 對公屋街市並沒有任何實際作用 但必然增加物業公司和租戶的經營成本 這是第一個不切實際 要彌補保升的成本 租戶就被迫加價 令公屋居民平白要分擔多餘裝飾的費用 這是第二個不切實際 所以唯有原有的加價 就是任何人、區外遊客、不爆公屋街市 甚至影響街市內的招租累積 這是第三個不切實際 多謝各位 正方的第一副片發言時間為3分09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下來我們會請 反方的第一副片作出發言 準備好請向計時原示意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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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請向我示意 可以開始 聽 主持平衡有關同學做作為大家好 今天聽完有關同學所說的言論 其實他一直都是忽視了 公屋街市現在空置率高的問題 空置率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因為 中間一段增加 令到空泡很多 相互逐漸出 但我們又想不到有何方法 幫忙提升他們的相關 這個是不是有關同學理想的方法呢 主題字很簡單 就是增加這些大客人 更多人來進來 令到 小商會有 能夠進行公屋街市繼續賺錢 保持到商品多弱化 會認到市民的衰端 能夠這些是不切實際嗎 你有沒有跟我們今天講到 池雲山街市的問題 這個好明顯是一個 主題字是失敗的例子 我們有跟我們看過 它將兩層變成一層 另一層變成雙層 這個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但是不是每個街市都是這樣呢 我們看看一些成功的例子 成功的例子 什麼例子 我們看看另一個街市 兩個街市原本的空字是高達8成 而且只有10間店 根本是拒不到市民 有實際的需求的 但是 為什麼我們今天用街市來設計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令到這個街市 和法家為方的一端長短 就好像那個街市那樣 互發設計 就使用了工業風景作為主調 除了可以訪行外國商場 用破壞做裝飾 室內的場尾 都可以看到街頭和亚臂應中 互發之前 整個街市只有四個檔位 互發之後人流大增 連身價也有報告 在那裡竟然超過了20年的 從今見老闆臨時故意用 街市在互發之前就好像死城一樣 現在人流增加了三倍 甚至有一輪 近屋村居民情人購物 可以看到主要是補助小店 尤其是現在的街市 早上已經爆升了九成 開業39年的民進海鮮材料 更加因此而得以保存 不僅如此 街市更加佳設了小星街 社福街等 不足保護中青三代街坊的需要 可以看到主題互發 不單只能夠街市 更加可以捕捉到社區的需要 如果透過主題設計 為公屋街市添加桌頭 吸引更多外樓人口差高 令到街市人的小便店主 能夠持續增長的生意 應付足金升幅 還能夠紮資 這些又怎會是不切實際呢 還有我想問回有福東國 如果你紮成屋村街市要繼續存在 但有沒有做出的辦法 有什麼方法是更加實際 還是最實際呢 多謝 正方的第一副面發言時間是2分35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下來請正方的第二副面作出發言 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元示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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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定 如果我們今天在私家街市 私家商場上行主力護法 我們便會完全贊成 因為那些中產階級的人士 可以負擔都是主力護法的秘端 但如果我們在那個街市上行主力護法的話 我們反對 因為那些居民可以不能承擔到這些 這麼嚴重的租金 所以其實 而佑昆寶今天在一面 一副的時候就跟我們說 我們要去吸引人流 但其實我們今天去吸引人流很簡單 如果我們是這樣 根據佑昆寶的邏輯的話 我們用主題護法去吸引人流 如果我們的學校太差 我們收身不足的話 我們不需要去提升那個價格的水平 我們去變成一個哈利波特的主題的學校 我們就可以馬上收到聲音 如果我們的公廁太骯髒 沒有人用的話 我們不需要去改善它的衛生 我們去變成一個主題的公廁就可以了 就會有人去用 但事實是這樣 事實是這樣 事實是我們引用了主題之後 我們不翻身街市的遲事都是沒有幫助 如果同事都跟我們說 一路翻身街市的遲事 但我們這樣便會花多了錢 那些學生他們有了這個主題之後 他們都不會變魔法 那些遲事他們用到主題之後 他們都不會再用一些人士 去打卡 而我剛才說了 這個影響到街市的舊物與負責最主要的三項因素 就是一個地點方面 選擇多價錢低 以及不是一個有文學所說的 這個公眾街市的硬件和陪路不著 但是有文學今天他們去主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恢復這個街市的面貌 一個禁區的概念來進行一個比較 而其實有文學都知道 我覺得如果一個主題活化 他不單不可以為這個三項因素做出改善 反而會令到這個公共街市 偏離這三項因素 因為他們根本就見不到 這個公共街市的設立 原來是為了服務市民 而今天如果是不是有方 覺得可以把所有的公共街市都發展成 因為好像銅鑼灣時代廣場那樣 有方做得是最好呢? 有方是否認為我們公共區民 或者一些小市民 我們都要這麼好的經濟挑戰 可以每天都去這些時代廣場買菜吃飯呢? 其實不可以嘛 他們加了價 加了劉民 加了十幾元 這些這些流量都是一個很大的經濟負擔 換作你是一個消費者的話 你會不會去看到一個主題活化的街市 然後你去那裡買菜的時候 你會負擔這麼高的價錢呢? 其實也不會嘛 而如果剛才有很好笑 可以跟我們講迫雲山主利市的 失敗的例子跟我們比較 是不是今天有同學的眼妝指 去看這些成功的例子進行比較呢? 我們今天有一個街市的失敗 我們如果再推行的時候 又會有多少的失敗例子 最後 可以跟我們講回 多謝各位 正方的第二副辯發言時間是3分03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下來有請反方的第二副辯發言 請到 準備好請向我示意 可以 定 最重要的是,有可能成功了原來 今天有可能成功了原來 原來駕駛在前面是會令到人流增加的 但看起來原來今天有可能是他不了解這個狀況 今天我幫一副影響長講 原來今天如果只是駕駛這個番室或者什麼東西的話 是會有一個空置率的問題 而導致什麼呢? 導致了原來今天是連送都沒有的 當時是連送都沒有的時候 有可能是否想見到這些景象 如果不是的話,又如何解釋到今天所說的番室 和靜日番室這樣 就可以吸引到人流 重新賦予回家市的一個新的意義 其實今天有可能還有邏輯嗎? 就是這樣說,今天租金上升送都沒有物價貴 但我看看是否這樣 原來今天說的租金上升和物價貴 無論是因為通貨和貧疆 甚至乎是它本身都會導致 即是甚至乎它本身的通貨盤 甚至乎是透過這個市價 都會導致租金上升和物價上升的問題 甚至乎今天從來講,如果什麼都不做 就像廣田街市那樣 都會導致這個按比例 每年都會按比例加租 甚至乎今天從來講,就好像麗國街市那樣 有可能說到這麼貴,這麼不可以接受 但是不是這樣? 甚至乎今天雷國街市的歸民都跟我們講 就是說原來其實雷國街市的價錢都不算這麼貴 而且都是可接受 甚至乎都可以每年 甚至乎不定是有精算的優惠 那可能這些合理鐵盤的事實 有可能會怎麼回應呢? 甚至乎今天有可能提供無辜的造型 可以做什麼? 今天有可能就說公屋街市不需要吸引人頭 但是是不是? 今天說空子的問題有可能無事了 甚至乎今天無辜的造型 就是正正吸引人頭 譬如說你今天只是發生的話 好像跟八街街的超市那樣的時候 你看到八街街的位置 不會說哇,好美,很深刻 你會走進去 但如果今天說不可 甚至乎那些圖畫通的時候 你說哇,這麼美呢? 進去打卡 這就是正正所謂的裝飾存在 各位,其實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回憶 而今天公屋街市相信都是公屋居民的集體 表現著一個可滑的一環 而今天的問題是公屋人口架構出現了改變 導致了一些年輕人進入公屋 導致了問題,導致了人客流量大減 生意亦都大減 亦都拆除了超級市場的出現 導致小店紛紛堅然發作令人更可惜 反正今天有可能和我的方法定 如何透過翻真就可以向超級市場認真 甚至今天說主題設計 正正是賦予了公屋街市一個新的意義 令它可以延長本職的功能 當中的人和市 亦都未至於在期待的巨流中作戰的消逝 一方面主題設計街市 提升了客流量為小店大生意 保留了屬於公屋居民的集體回憶 例如麗國街市 老子好名 正正 同時亦都成為了年輕人的打卡聖帝 成為了今代香港人的一個集體回憶 究竟提出今天問題,你答應了 各位 反方的第二負面發言時間是3分1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即將進入台下發文的環節 會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的台上便員提問 但正方是無權指定哪一個人作答 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文的時間是1分鐘 台上準備時間1分鐘 回答的時間是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的15秒 是會有一丁的提示 之後會由反方台下作出台下發文 蔡規是和上述的說明一樣的 而兩條台下發文是可以由同一位便員提出 也可以的 或者兩位不同的便員也可以 好,想請問一下雙方的同學有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台下發文環節就即將開始了 先請正方的同學派出一位便員作出台下發文 可以 好 丁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們都和有方達成了一個共識 準則就是主題活化是否可以維持到公屋街市的功能 服務公屋居民 但有方同學就不斷舉例子 就說增加了區外的人流 帶入賞團入來街市 彷彿就變成了一個公屋街市 總之銅鑼灣尖沙咀上水就最好 最好 最後就想問有方同學 如果主題活化對公屋街市好 為何池環山市的居民 就成立了一個池環山關注組 去爭取公營街市呢? 多謝各位 好,反方的答問準備時間開始 你會不會讓我看一看 你會不會讓我看一看 你回頭 你該不會讓我看一看 你會不會讓我看這個 好,準備時間結束,現在有請反方的台上便員作答 如果準備好的話可以向我示意 可以 你可否大聲一點 聽得到 聽得到,準備好開口 剛才有方說我們要達成一個公式 其實我們沒有達成任何的公式 你們說我們的公式就是街市只為公公駐門提供服務 其實我們覺得是可以吸引區外的人流 進入我們公公街市 去使用我們的公公街市 還有你今天多次提及慈雲山的問題 為何慈雲山那些居民會組成一個團體 說要做一個公營街市 首先你要留意慈雲山本身的問題 慈雲山街市本身的問題 就是他將兩層的街市變成一層 令到他們的街市很難繼續 小商店很難繼續去經營 是 問題是在於設計的問題 在於那個設計的問題 不在於這個主題活化的問題 那又怎麼會關於這個主題活化的問題呢 各位 好 現在有請反方的台下便員作出一條的提問 那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的 謝謝 主席評判在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覺得要達到的一個準則 就是服務 能否服務到這個機場市民 而我們看看這個主題活化 能否做到這一點呢 在空置率上面 以前呢 在空置率是平均六至七成 而經過了這個活化之後 空置率是減少到 出租率是到九成之多 而在選項上面呢 我們看到有害街市 由原本的只有一個魚檔 在活化之後呢 多了吸納到四檔的魚檔 三十戶的原本三十戶的檔普 上升至到五十幾個魚檔 那我們看到呢 其實那個空置率又能夠去減少到 選項又增加了 那有方同學成不承認 這些的一些實質的成效 是可以去服務到這個機場的市民呢 還是今天有方同學 要非常之單瘦地覺得 一個的方案呢 同時要滿足三個的準則呢 才為之是有效 才為之是有成效的呢 多謝各位 好,現在有1分鐘的預備時間 好,現在有1分鐘的預備時間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几个方面回应有方同学的问题 首先我们所说的要服务的对象是公屋居民不是所说的基层市民 另外有方同学多次和我们看到活化 究竟是我们今天辩题所说的活化 还是主题活化呢? 我方不是很清楚 另外有方同学所说的主题活化的实际成效 他问我们这些是否不设实际 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 就是翻身其实就可以做到你方所说的 因为你问的问题就是 其实是因为它的设计问题 为什么翻身又不可以说 为什么翻身又不可以改变到租店的形状 而去改善这个设计问题 一定是要多次一句去做一个 再加上主题 反而我们现在是令到的招呼 和令到的基层堆民 是各位 好,现在又请政方派出第二位同学 作台下发问 好,如果准备好的话请向我示意 可以 可以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游方同学说到 能够提升竞争力或者市民的数量多些 但我们看到实际的情况之下 其实有外加价租金由5200元升到14万 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通胀必然会产生租金上升到那么多呢? 而我们看到实际的成本 是一定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 就算游方说到它的空置率下降了多少都好 但是市民宁愿跨区买菜 也不想在这么高价的主题街市里买菜 就来香港01的访问里面都问了 东春的居民 他们认为 因为街市活化了之后 菜心要16元一斤 而在外面买只需10元两斤的时候 面对着这么高的物价 他们宁愿坐20多元的车 跨区去到深水埗买快速5日的菜 都不宁愿在当区主题街市里买菜 所以想问有可能 是不是要市民身身忽患 乘涂牌市跨区买菜的时候 才叫做实际呢? 各位 现在有请反方同学做出准备 你有1分钟时间预备的 明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乎今天有可能说菜心柜 什么柜 甚至乎今天说就算没有这个主理设计也好 它今天随着物价都会上升 甚至乎今天有可能所提出的翻身 翻身是真的可以解决这个租工上升 或者物价上升的问题 而今天有可能最根源的问题 是无视了今天空置率的问题 今天有可能口口声声说要为居民服务 但是今天又没有考虑到空置的问题 今天就是说在翻身之前 石禮街市有七成的空置率 有可能你七成有可能 这么少的街市商户的选择 居民又怎么解决呢 所以就要跨区去其他的街市去买 这个就是电视有问题 反正可能不出了 没有再在途律现实 从我方竞争 好 现在有请反方的第二条台下发问 准备好的话可以向我示意 需要和 ін种消息的提升 请辉到F Todor bottom 去买 получить 制 moms 请辉到F Todorov V Tuong 命靖 想 factual就是诌坤的 угress 我們今天看到就算是沒有主題活化的成效 我們今天看到就算是沒有主題活化的成效 我們今天看到就算是沒有主題活化的那些錢 街市一直都是被領展去收購了 所以一直是領展的活化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就算有沒有主題活化 我們也有可能會面對加租或者是一些價格升幅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是說 在領展的現時活化的活化 我們要怎麼去改善現況 而今天我們看到有沒有給我們提出了説花生都可以做到同的成效 但是其實你們同事都會面對著一些升幅價格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說的是這麼不可負擔的價格的話 那為什麼解釋現在的街市會有100%的出租率的問題 的成效呢? 謝謝各位 好,現在有一分鐘的時間給政方準備 準備時間開始 謝謝大家 詞・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派出一位辯元作答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好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好 好 大家好 剛才要跟我們說 今天是否領先加租 不是主席匯法的問題 今天就是領先要發展主席匯法 給那些街市 他們發展主席匯法 他們投入這麼多資金 之後就要加租匯本 這就導致商舖要負擔更高租金的問題 就譬如我們現在說的那個慈雲山街市 他們翻新了之後 一個舖位的舖租由3萬主席匯法 他們翻新的時候 一個舖位的租是3萬 但是他們主席匯法之後 是升到14萬 全部都有加價 但是前者的加價來到4 後者的升幅更大 我們今天只需要去說 他們可不可以穿出 這個主席匯法 可不可以去盡到這個 貿務公司的管理 但是其實我們如果 看到這個升幅這麼大 他們其實完全沒有翻新那麼大 在這種情況之外 我們再去做這個主席匯法 就是一個不及實際的效果 謝謝各位 好 那台下發問的環節就正式結束了 現在會有一分鐘的時間 讓雙方準備結別環節 準備時間開始 準備時間開始 謝謝大家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先請反方的結別片同學作出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可以 準備好請你向我示意 可以了 定 主持判長的位置,大家好 來到今天比賽的微星,總共全場 吳農威爾雙方有幾個主要分歧點 剛才是對於不辭實力的定義 他們有方說主題腐化是否違反了空街市服務居民的原意 其實問題是在於不用主題式腐化的時候 其實本身已經沒什麼人想去街市 所以空置率先這麼高 那些居民其實已經在空的街市裡面可以買到什麼 那又如何服務到空居民呢 其實對方有沒有留意到其實街市空置率高這個問題 其實今天雙方無非都是想幫助一班小店延續他們的生意 但我們清楚其實無論任何的方法都是吸引街市的吸引力 都是要有一定的成本 難道所有成本都要管理公司承擔 所以今天看到人額升了,他賺到錢的話 加租又有什麼問題 如果真的這麼不切實際的話 不可以有方提出一個又有大量人態 又又不用加租的方法給我們 而今天對方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沒有留意到空置率的問題 我們看到石尼街市在未發生之前 有七成的空置率這麼高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客流量也減低了這麼多 如果小店的生意架已經自我下降 那麼小店承受不了自我離開 那又如何服務公司 而且還要如何同一班超市競爭 他們是帶財團,如何角力呢 而對方認為街市的用途實在是太狹窄了 有方認為其實我們街市就是給街坊買菜 要不要活化搞這麼多東西呢 要不要吸引外來人呢 其實我方強調主題設計是可以吸引到 每一班超級新鮮感的人 你跨區進來看看 會有一個新的律師給街市 這樣做才不會輸蝕給超市 否則如果有方是打算 怎樣帶超市去競爭呢 而今天我們雙方都承認了 其實我們承認了主題的方法是 會增長人流的話 那為什麼你們又會覺得 我們他們賺的錢是 會不夠他們的租金升幅呢 那就是凡請有方去做一下 而去到現在這個時候 不如在座各位和我一起去感受一下 以前的公屋街市的情況 在六七十年代 在舊香港的時候 以前其實超市場還沒有發達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擇去街市買菜 正正因為沒什麼選擇 所以街市就算多簡陋 多這麼髒 其實也沒什麼所謂 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 但部分人會追求一些更優質 更舒適的地方去買菜 或者新一代對於這個公屋街市的印象 已經變成很髒很舊 已經很少再會去街市 導致其實他們的生存空間越縮越小 新一代已經不再認識街市的文化 小店始終都要暗淡離場 這種社區回憶在不作出任何方法 改變的時候始終都會空中人山 所以今天我可以認為主題文化公屋街市 是一個最合適的方法 首先看看有外街市這個例子 裡面有19間小店是能夠留下 而且主題設計是吸引了不少人留下 為一班小商店增加了收入 所以不至於有小店逐漸離開的產況 可以維持到街市本身的社區連結 或者今天主題設計能夠讓街市 不單止在一個平時買菜的地方 而是比起新一代 而會還有多一層的意義 就好像整理街市不快 而是以一個宰市區作為主題 令到新一代的人 如果去到街市的時候 都可以得知其實宰市區 或者舊香港的模樣 保存到舊有的歷史 主題文化其實是可以研究一個全新的特點 去吸引其方新鮮感的年輕人 跨區進去看看 一同在這個新式獨特的街市創作 派一個集體回憶 並且和以前的集體回憶 形成一個連結 將街市文化繼續承傳下去 謝謝各位 反方結辯的發言時間是3分47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正方的結辯 你同樣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我示意 聽到嗎 聽到 可以 定 相信 相信各位都有去過街市 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理想街市是怎樣 我一進去街市的時候 就看到我淋淋種種的食物 走到朱日浦的時候 店主還會減到5元 有時叔叔依依依還會請到食堂 我走過10分鐘的時候 手機拿月亮內豐富的晚飯回家 三送一湯 而價錢都不超過100元 各位大家好 其實這個就是俄方今天想見的公屋街市 不過很可惜 有方式和俄方很不同 在他們眼中 公屋街市就成為了一個旅遊勝地 犧牲了一群公屋居民 其實今天雙方都希望為人著想 但不同的是 我們是為公屋居民 他們是為外來人士 當公屋街市不再服務公屋居民的時候 那如果街市還不是實際呢 其實公屋設立的目的就是 為了公屋居民提供加連物米的食物 但為什麼要付上新意義 帶來新鮮感保存回憶 當有方將公屋街市 變成有方的集體回憶的時候 其實已經迷惑了公屋街市的原意 不辭實際 其實總管全場身分都有以下的分歧 第一 發展街市手段不同 今天有方提出的主題活化街市 將街市變成水族館 甚至在街市上吊著香港老式招牌 其實以上種種工程 是不是就方便了公屋街市使用者呢 其實俄方不反對發展街市 是不是只有主題活化才能做到 其實公屋街市開頭的花生 令道路闊一點 環境高正一點 有不同的物品選購 已經可以滿足到公屋居民的要求 以上的改善措施 其實可以和主題活化分開都做到 能夠大幅降低發展成本 比主題活化更加有實際 今天有方最不實際的地方 只將公屋街市活化成童話世界 變成一個和主題樂園 以主題吸引市民 幫助公屋街市管應服務公屋市民的真正需要 第二 街市定位不同 今天有方同學世界公屋街市 比其中山屋院商場更加高貴 街市以勞香港活化 以歐陸風發展 所返的成本比 叫租兩萬元的中山屋院商場更加華麗 證明機會資本市場總監黃子謙指出 主題活化後 希望可以吸引外區客人 帶動生意 公屋街市開始引入不同商店 賣貴價食材 只能吃一個主題商場 會發成一個旅遊定點 公屋街市已經是民生食肆 服務的在公屋裏面的居民 我方希望公屋街市裏面的環境 物價可以符合公屋居民的需要 月租兩千元的公屋 或不需要上等無謀高級的包心市場 他們只需要低延物價的街市 將一個月租兩千元的公屋街市 變成一個月租兩萬元的 中產屋院商場更漂亮的環境 是否更符合實際呢 第三為不同時分者發聲 有方主題化家市 用上一千萬的成本 而且家市由資務基金使有 就應盡企業責任 將利潤最大化 縮短資本回規期 以營利為最終目標 向股東負責 但這些公屋家市 以服務基層為本有衝突 營辦商為了盡快收穫成本 會提升租金 電視會將上升的營運成本 會轉嫁在消費者身上 還在考慮民間實質的需要 其實說到尾 今天有可心目中 賺錢給市民的生活需要更加重要 所以今天有方不會理會 公屋街市主題活發之後 會違背願意 漠視市民的需要 而主題活發犧牲基層市民利益 公屋街市是公屋的部分 當公屋如生一變成為中坦街市 並且服務村內居民 零公居民未能負責 法務騰貴的物價 最後實際多謝各位 正方的結辯發言時間是3分42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比賽告一段落 現在是評判評分的環節 也提醒評判在分子上的最佳辯論員 是需要額外作出評分的 每一評判可以就你認為 最出色的三位同學的表現 分別是給一個分數 最好的辯論員會給3分 第二位給2分 剩下的那位是給1分 可以在分子上額外去填上分數 而在評判給分的同時 也會想邀請評判給一些評語 請問有沒有哪位評判 想就今場比賽作出評語 請問一下 如果沒有特別的提出 我按剛才介紹評判的次序 請三位評判給一些寶貴的評語 首先請崇禎書院粵語辯論隊 總顧問羅斯華老師 聽不聽到我說話 聽不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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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場比賽 首先要欣賞兩邊的同學 因為兩間學校 其實都是在這個題目上 搜集了不少資料 可以看得到 例如有愛的例子 成文山中心的例子 而且我覺得比較做得好的一件事 就是這場比賽 其實雙方對於那些翻新的方法 尤其是那些主題的內容 它有個比較詳細的說明 例如說 可能有些會模糊型的設計 或者燈也有夢幻的效果 那兩樣的事情 其實都會有比較清楚的說明 這個其實是做得比較好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講一些例子出來的時候 都沒有很詳細的去真正去解釋 那樣東西我也是做得好 但是都要講一講這場比賽的問題 其實雙方都會是有的 我先講講政方的問題 那其實政方呢 今天其實我們採取的策略都挺正路的 都是去打那個租金櫃那樣東西 那這個是對的 沒問題的 但是呢 就是在這個論證上面來講 其實就 我覺得其實不是很難能夠 對應到對面所講的一些論 就是在開頭的時候 其實很早段 其實反方已經提出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是不是租金都加的了 就是領錢都一直一直去加租 或者其實那些物價都是會貴的 那所以其實整個加租啊 這件事其實就是不關這個 就是不是搞這個主題事了 那這件事呢 其實是令到你們 是要多一層的民政責任在那裡了 就要你解釋到一件事呢 就是除了說我現在主題 就是做了之後 你看到好像那些租金貴了 那些東西貴了 之餘你就要解釋多一件事 就是其實這件事是由於 你是做了一個主題之後帶來的 就是本身可能它加租的幅度是沒有那麼高 那我聽到後面你們去到台下發問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辯論就出來 我記錯應該是疑負啦 回答的時候才能說到呢 其實呢 如果你是沒有搞這個主題的時候 你的加幅是沒有那麼多 但是你搞了這個主題之後呢 你的加幅就會多了很多 那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可以早一點出來 還有其實如果你們那邊 就是預了隔離 其實都可能會提出一些相類似的論點的話呢 其實我會覺得呢 你不妨就是可以拿一些增幅的百分比去提提 就是例如說 它到底是加了幾個百分比 是不是 如果呢 每一年呢 其實它都可能的加幅是在說 例如說 兩個百分比 那你突然之間有一年呢 就加了四個百分比 那這個似乎就 比較合理地去解釋到 這個的加幅呢 其實是會由於做一個主題而帶來的 那這件事呢 其實是 我覺得是一個政方 即是 既然旁邊說了一件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需要去做一個的論證 那但是 比較可惜就是 其實沒有心裡去探討這件事的 這件事比較可惜一點點 那但是整體來說 其實我也欣賞就是 政方都拋了很多例子 譬如說慈敏山中心那些例子出來的 好 那反方的問題有沒有呢 那都有的 那其實反方呢 我覺得其實首先要欣賞 就是你們其實很連貫 還有其實你們的反駁頻率是很多 就是 都是用那些資料來講 我覺得其實你們那邊都是 用得比較純熟一些些的 尤其是就是 去質疑一些數據 那我這件事我是覺得是最好的 尤其是你們都會說到一樣東西 就是空置那樣東西 也都有拋出來就是 其實你做了一個主題之後 其實那些小店其實不單是沒有減到 反而是加了 那些魚都不是減了 反而是加了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些挺好的 數據拋出來的 所以我也欣賞其實你們 就是利用那個數據的能力的 那你們那邊其實我覺得 還可以再做多一點點的東西 就是 其實你有提到說 就是譬如麗角商 麗角街市那樣 其實那些東西不是貴很多 那我就想知道 其實它不是貴了很多 就是多少呢 其實你可以稍為舉一些例子 說明一下 那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其實 你又可以想一件事就是 其實那些小店 其實它之所以它不會走 那其實就是因為它有錢賺的 那其實你們可以 儘管是拿一件事出來去論證 就是說 其實現在是成本高了的同時 其實會不會它收入都高了 那這個其實是 可以忍受到就是 其實最關注 那些小店最關注 那些商店最關注 那些商店最關注的那樣東西 其實就是利潤這件事 因為其實 我們經常都會有一個想法就是 覺得成本高不好了 成本高 就是做一件事成本很高不好 但是問題是 成本高得來的時候 其實如果它帶來一個很高的利潤的話 就是你扣除了 就是你收入扣除了你的成本之後 你的利潤剩下來是有多少 是多了的話 其實即使成本高了就是做了 那我覺得這件事可以說得多一點點 至於社會意義那件事 我覺得是 就是在前場來講 其實你們未能夠很明顯 我明白到你的意思 可能你的意思說得不夠清楚出來 就是我想 街市就是街坊去買的地方 就是我很容易就相信了政方那邊 就是覺得他們那個 他們對那個街市功能那個定義 其實是我們慣常所理解的那件事來的 但是呢 你後場就比較好就鋪排出來 原來其實它有些社會功能在那裡 在哪裏有社會功能 其實我聽到後場最好的點 其實你就帶出來說 現在為什麼那些街市會接呢 進去那些店鋪會接呢 其實是沒有陳述 因為其實那些青少年是搬離開了那個屋邨 而他們其實是開始不光顧這個街市的商戶 是吧 所以其實你不妨將這些屋邨街市 將它去改變了一個用途 就是主題化 帶來一些更多的用途 其實會不會更加善用那個空間 或者那個地方 我覺得其實你去到後場的時候呢 這個就比較明顯地帶出來了 但是呢 前場的時候呢 其實我都還在那裡猜猜一下 到底所謂的社會功能是什麽東西來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就是那些好點都是那句 我不要留到它後面才出 就是早一點點出 要不然就會前場其實就 不會明顯地其實是高分到對面 那就是大家分數其實就會咬得很緊 那所以其實如果你譬如反方 你有些好的點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 考慮一下下次再早一點點 甚至在主邊那裡都提出了這件事 那它就會更加好 那我一點點意見 多謝各位 很精彩的比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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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主席部機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現在 想先請下一個評判 余俊偉評判發言 各位早晨 這條片我覺得對雙方都有些困難的 困難的地方在於其實 雙方都需要討論一個很難和其他因素 分割得很清楚的一個議題 就是究竟公屋的街市 用一個叫主題活化的形式 究竟是 有 就是究竟是work 還是不work 那麼主題活化本身 它難以角裂 和其他角裂的因素有很多 例如是一些非主題的活化 例如是正方所說的活潑通道 或者是改變店舖間隔 又或者是一些通風照明 衛生這樣的 就是重新的一個再設計過 又或者是對於 宣傳上面的一些努力 譬如是搞一些定期的展示 或者是營業時間 或者是對於貨品 或者是店舖種類的一些改變 那麼這些都不一定關於主題活化史的 但是主題活化和非主題活化 兩樣東西的分別是怎樣 其實很難從 我們在傳媒或者在尹知 看到的一些案例裡面 分口清楚 例如有愛川金 它是有蘑菇那些裝飾的 但是它同時也有那些 美食街、營業時間那些等等 那麼究竟出來的結果是 歸因於主題活化 還是不是歸因於主題活化 本身已經是很難去拿捏的一件事 所以就很考辯論 聯絡國講的技巧 以及怎樣去包裝你那個 講法 去令到你整個論證 一些先天上很難 很實在地講的事情 會令人信服的 那麼這個是這場最考功夫的地方 對雙方來說就是一樣 那麼正方就是 加租 跟著令到這些 當地居民 就定要去第二處買送 這樣 那麼我想一些直接的例子證方 是可以說到的 譬如某些 接受訪問的居民 或者是某些商店會覺得 因為太貴 所以不再續租 或者它本身 繼續續租繼續 但賺得少過之前的 那麼這些都是說的 也許是整個商場 或者街市的 店舖的整個混合 可能多了很多 是買貴價的 那麼一些 具體的例子 我想正方其實應該可以說得比較 再具體一點 當然如果你可以去賣 那裡看賣 那就更加好 新界西 那麼如果有這些 我想會更加豐富到 告訴評判 究竟主題會發之後 究竟街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當地居民究竟去了哪裏 買而買 即 in addition to 今天正方說的 買貴宋 或者是收入的那些 硬數據之外 我想會多些東西 可以讓情況發展的 那麼同樣問題 其實在繁方身上 也會發生的 就是 因為繁方今天很大的focus 就是說 其實街市的一些經營困難 其實一點就是來自過 人流的減少 那麼用主題活化本身是吸引眼後 然後引人流過去先的 那麼人流過去 怎樣類推到可以令到街市 再恢復原油的功能 例如是再有多種類的貨品的選擇 去滿足附近居民 日常生活的需要 其實是比較難去推到這一步 因為你是說了 其實你不是很能夠 說得很實際 就是多了人 是不是list to 你最後最後的結果 但是你會說 先決條件 就是我總之多人先 就是 沒有人就什麼都是假的 這個是繁方的脈絡 那麼我相對都同意 其實你沒有人 就 什麼都難搞 但是問題就是 人流多多少 我會有時候會聽到三倍 或者出租率多 由空置六七成變成 出租率九成 我想對反方來說 一個困難就是 其實人流很難的 因為街市沒有集 給你去 看著每天有幾天 你大概會有個弱數 但是真正多多少 其實都要反方用一些 計算去告訴評判 例如是 當地那些街市的檔主 他們怎麼說 就是管理公司 他們的說法 我想這樣會豐富到 告訴評判 其實多了人 是多成年 或者是多人之後 對於那些真的 已經由活化前到活化後 都還在那裡的 一些檔主 他們的生意究竟 好了幾多 我想有這些事情 會實在地 或者聯繫多了人 接觸先決條件 還有最後的結果 就是無論對商鋪當主 他的生意 繼續做得到 而街市本身的功能 也會遇到 我想中間的聯繫會 會延結得更好 今場反方這方面 其實不是沒有嘗試 但是相對比較單一 就是我靠多人和出租 去走到最後 我覺得是不是很足夠的 因為其實 你也遇到政方 會講這些例子 有反例子 有正例子 最多是打和 那麼 那是不是凡方今後 分享呢? 我想凡方可以 思考的是 其實 可以再做多一點 因為你主題活化 一定會有些不成功 但是你那些 可以再做的功課 是未做得最好的 我想我的意見就是這麼多 剩下時間我交給下位評判 好 謝謝余評判的意見 最後請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陳振元先生 作出一些評語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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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剛剛兩位評判都說了很多很詳細的意見 那我就 主要就是三個位去再補充 首先第一個位就是 其實今天雙方去處理 就是今天雙方都有意識去處理 所謂公屋街市這個定位是怎樣 就是公屋街市不是實際 那究竟公屋街市的實際應該是怎樣呢? 那欣賞雙方 尤其是正方 其實就是打從主變開始已經去講那個街市的功能之類的 那一路去到傑變 雙方說大家有的新奇是怎樣的 那都聽得出大家對於這個定義上面的著墨是多的 那但是我覺得 始終不是很講到道路 以致到雙方的感救的角說 例如說反方就說公屋街市應該只是課基層的市民 只是課過一條村的人 那這裏正方說 那反方就是說 就是區外人都可以來的 那普通市民過來當打卡都可以的 那但是我感覺就是 雙方都不是很說服到哪一邊是對的 那我剛剛想了一會兒 我會覺得 其實那個公屋街市的定位真正 真正要探討的問題其實是兩個 第一就是公屋街市來說 它如果虧錢的話是有沒有所謂的呢 如果公屋街市的虧錢 你是沒有所謂的 有些人覺得 就是它以往房委會的時候 其實都是保持著虧錢 很低廉的租金 換取很低廉的價格 但是其實是圍不到屁的 每年是房委會自己去給錢去營運這個街市的 那如果你是覺得公屋那個街市 是虧錢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就可以繼續說它 只是提供低廉的價格給公市民 那就可以了 那但是調轉 公屋它後來 2005年的時候 買了給私人機構領會 然後再分插出售 那那些機構它真的賺錢的 它不是 它的機構買你的街市的時候 它不當自己是社企這樣做的 它是想著賺錢的 那如果那個機構是想賺錢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跟公屋街市 是純粹想提供一個低廉的價格 給公屋基層的市民 這兩者是不是有個衝突在這裡呢 這個在場上面 我應該去到政方結辯才聽到 它對於這個問題有講過少少 但是也都是 就是不算是一個論證 那而至到我覺得 就是雙方對於公屋的 街市究竟它應該是謀利 還是非謀利 好像房委會那個年代 這樣的街市 其實是沒有一個結論在這裡 以致到你究竟說那個街市是可以 給區外人去消費 去賺大錢這樣 還是純粹是給區裡面 那條村那些人 去買低廉價格 這兩個問題 就是這兩個選擇裡面 其實我看不到哪一邊是明顯優勝的 那另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公屋街市它作為居民 或者其他區的市民也好 什麼都好 去消費的時候 它應該是一個主要的選擇 或者其實只不過是眾多選擇之下的其中一個呢 政方傑兵有說到就是 以往 我忘記政方的反方傑兵 就是有說過 以往就沒有那麼多消費市場 那大家都 只會去街市那裡購買 那這個的警方 其實在今天我們應該是要 將公屋街市重新打造成為 每一個居民 至少公屋的居民去買東西 一定是去公屋街市先 因為其實它可以有很多選擇 區內、區外、百街衛康、社粉 那麼多個選擇 之中街市只是其中一個 如果公屋街市它是主要的選擇的話 那我就會同意政方所講 它一定要保持一個低廉的價格 它一定要更便宜過百街衛康 也都一定要是留在區裡面 最方便的去消費 因為它是一個主要的選擇 但是如果它只不過是 那麼多個選擇之一的話 那為什麼公屋街市它不可以 好像商場 不可以好像百街衛康 這樣裝修得漂亮的去吸引人 那這個都是我期望 雙方會在這個問題上面 會再討論多些 那才會說服到我 究竟是信政方 或者信反方 但是很遺憾今天就是 各說各話 雙方都有它的道理 但是我很難去判斷哪一個 比較合理一些 是的 那第二樣想說的東西就是 其實剛才第一位評判都說了很多 就是公屋街市現在我們在說 它有主題這樣去活化 還是純粹普通這樣去翻身 究竟兩者之間 我會想聽多些就是 究竟兩者之間的成本是差多少 就是因為其實兩者不是那麼容易分割到開去的 有主題地活化 還有沒有主題地活化 就是今天場上所說的翻身 這兩者都是要錢的 而這兩個用完一大塊錢之後 它的租金真的會貴了 那所以今天真正會影響這條片題的 是 同樣都是要活化的了 政方都同意街市是要活化的 只是同樣要活化的情況下 我是擴闊條路 還是擴闊條路 然後再加多個磨菇頭 那個磨菇頭的價格是幾多 這一點 那但是呢 整場其實 只是聽到政方在一副的位置 拿錢文山街市 作為一個例子 就說用多了很多錢的 那以至到它的 租金又 就是它的成本又好像三萬到十四萬 總之就多了很多 那但是 反方就說錢文山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那但是反方也都沒有提過一些 純粹翻身 沒有主題地翻身 還有有主題地翻身 的 那個成本的差距是幾多 那我不知道那個現實狀況是真的差很遠 那所以反方不去講 因為其實是反方的準備上面 沒有加到這個東西下去的意思 那我不知道 那但是我聽起來就是會覺得 這兩者就是 你 多了個主題 大家都是要翻身的了 但是多了個主題 那個成本是不是真的上進得這麼厲害呢 反過來就是那個租金上升 是不是真的因為純粹它多了個摩古頭 多了個主題 那以致到它的租金是會忽然間升了這麼多 那這個我是有疑問 但是 但是 雙方在場上面也不是說了這麼多 第三樣東西想說就是關於雙方去 運用一些例子或者數據的時候呢 欣賞雙方是有很多的例子 有很多的數據 那就是都建構到我對於這條變題的一些背景的理解 那但是略嫌就是 雙方去解釋一些數據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 選擇了整個畫面的其中一個picture 譬如是說 你說空置率 這個主要是反方說的 那反方有些的例子是ok的 就是說我活化前的空置率是多少 活化後之後是多少 譬如是說 麗國街市這樣 它搭成空置 那就是活化了之後就 人流上升了幾倍這樣 那但是調轉有很多例子 我聽反方說的 就是 現在的空置率是很高 譬如是說新田維、石維國這些這樣的街市 全港最高位的空置率很高 那但是調轉有沒有 就是有沒有人去估計過 譬如是那個街市它翻新了之後 那麼它的空置率究竟會 是不是真的會低了呢 因為 以我 以我 小小的認知就是 新田維、石維國那些 是真是一些非常偏遠的公共街市 那如果你說真的活化了之後 它是不是 那個空置率就會上升呢 因為其實 那個空置率都是建基於你那個地方 是不是方便 是不是 就是 給到居民一個好的選擇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就是 就是正方說的那幾個條件呢 這樣 那反過來 有些街市 你說它 100%出租 有外街市 有外街市之類的 那究竟它在活化之前 是有多差呢 那它空置率是不是真的很高呢 因為其實活化之前 它都OK的 就是雖然上升了一些 但是都OK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個什麼人流上升了 空置率減低了 它的力主聽起來就好像小了 那這裡的期望是 就是 例如是說正方會不會有這類的數據 可以做一個反駁呢 反過來也是 正方說那個租金上升了很多 但是 租金上升了 是不是就一定等於是幣處呢 當它租金上升 但是同時 它的生意額 也都有因應這樣去上升的話 其實就是足以去彌補到那個租金 那租金上升 不是一個幣處 但是這裏也是 反方沒有怎樣拿這方面的資料 去作出一個反駁的話 那我就覺得 就是 分數上面也都不會給到很多 那所以 大概來說 這場比賽其實都 雙方都很努力的 找了很多的資料 很多的數據 但是 的確有一些的 對於這條辯題 背後的一些問題 不是那麼容易 在辯論場上去解得清的 但是 就是我的原則很簡單 就是我對這條辯題 有什麼的疑問 有什麼的問題 在這裏 如果哪一邊可以 講得通的 講到我明白的 那那邊就高分一點了 那今天來說 雙方都有盡到他的職責的 但是分數上面 就非常接近 那就 但是 也多謝雙方 給了一個很精彩的 辯論比賽 大概是這樣 好 多謝三位評判寶貴的評語 是的 分數的計算都即將結束了 那我等所有評判 確認分數之後 我就會確認賽果 那請各位可以稍等一會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